靠着四个人 你这笨子会赚得盆满钵满 你就会赢 第一 父母 投胎是个技术国 大多数人一生都奋斗在去罗马的路上 可边边有些人 他一生下来就在罗马 所以有人问了 郭老师 他说那今天我都长得这么大了 我还有机会吗 我没有机会了 不 你还有机会的 因为你还有再生父母 你的客户给你订单 他算不算你的再生父母 他算不算你的衣食父母 算吗 心态上我们就应该 把他当做什么 爸爸 我们还有机会 有再生父母 那第二个别人是谁 是配偶 你有没有发现 你娶谁和嫁给谁 人生是完全不同的 婚姻 就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 两个自然人 组建了一个无限合伙公司 然后这辈子 所有的利益 都捆在一起 打群架 这么一讲 你就会发现了 很多人结婚 是为了爱情 只有到了 达到中年以后 你就会发现 那些为了爱情结婚的人 一生都在修行 我知道又有人来屌我了 听完你的视频 那这辈子是不是没有爱情 我说你又想错了 爱情还是有的 前提是什么 是解决什么问题先 解决经济基础 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人 谈爱情 你的人生 就是一场修行 如果有两个女孩子 看上了一个男生 一个是那个男生喜欢的 一个是喜欢男生的 你觉得那个男生 应该娶谁呀 娶有钱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性 在婚姻的世界里 应该找那些 对你基因及基础 有帮助的人 让他们来 共同努力 做好你们的爱情 做好你们的婚姻 你这样的婚姻 才是牢靠的 第三个人是什么 就是老板 那时候马爸爸 还在到处画摘呢 结果有18个人 相信他了 就跟了他了 投资他了 今天这18个人 江湖人称 18罗汉 你看他们完成了 从人到罗汉的 华丽转生 其实这18个人 他还是他 他没有发生变化 他唯一决定的就是 他跟了马爸爸 他就成罗汉了 你跟谁 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你跟谁在一起 决定你的未来 人的一生啊 最高光的时刻 并不是你一个人走 而是 谁在陪你走 打开你的通信录 你就知道 你这辈子牛不牛逼了 最近六个月之内 频繁微信往来 电话往来的人 假设啊 你打开你的微信 第一个就是马爸爸 第二个就是腾讯小马哥 第三个就是万达 王老大 第四个就是京东强哥 假设你天天跟这种人在一起 兄弟啊 你就是个人物 如果打开你的通信录 你第一个是路人甲 第二个是路人椅 哥们 你就是路人丁 所以你跟谁在一起 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我们尽可能的 要跟一些高知的人在一起 向他们学习 让他们有机会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 就像我当年 无论如何都要抱住特朗特的大腿 因为他是个高知人群 对他的认知超越了平常人 我们很难理解他的认知 因为认为他的很多观点是不对的 只是经过了15年 20年以后 回过头来想他的观点 突然反应不来了 是当年我们理解不了 所以各位 这就讲了 合作伙伴 你跟谁在一起特别重要 所以各位 成功不是靠自己 是靠别人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智慧里头 早就有了这一点 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这个伯乐 就是我们讲的 成功靠别人的 这个别人 所有的这一切 我在365 我的线上课程里头 其实我就会讲很多 定位的核心观点 那么这些核心观点 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去做人生的取舍 我们怎么去做人生的选择 有兴趣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看